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son 所以我今天呢会分享一下 关于就是 co-calling 这一个方式 就是简单来讲呢 我们先找一找 就是co-call 这个它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co-call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我们想要分享的东西 传达给客户 并且要让客户 去接受我们带给他的一个讯息 这个才是co-calling的一个目的啦 并不是我们所谓的 什么customer service等等的 就是不是说你自己讲 你自己爽的 OK 所以co-call的这个方式呢 在第一通电话呢 我会分为六个步骤 总共是有三个part的 就是第一个part会有两个步骤 第二个part有两个步骤 然后最后一个part也是会有两个步骤 所以先讲第一个part先 就是有两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说 今天你call过去 你要去适当的去称呼对方 然后称呼了对方过后呢 你要在十秒的时间内 去传达你的名字 你的信息 还有你今天主要call过去的来电力地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说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一些 我们想seals calling 这些等等嘛 所以导致很多客户 还会很厌倦很烦 这些call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接到这种电话 所以我们在十秒钟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去传达 我们今天的来电目的 还有我是谁 OK OK 所以第二个part就是到我们说 今天你今天call过去 你要传达的这个project 这个目的 它有什么优势 为什么我们需要说优势这些等等呢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呢 耐心都有限的 我们并不会去花这个时间 在一个对我们没有用处的一个地方上 所以在第二个part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传达你这个项目的优势 带给它有什么好处 这些等等 让它深同感受 让它了解 并且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去发问问题 因为发问问题 才是可以让客户跟你有一个连接的 然后最后一个step 最后一个step就是 click urgent 就是要适当的时候 让客户知道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有什么优惠 有什么一些 urgent的东西啊 就是说 like promotion early book 等等的东西 尽可能 在这通电话里面做一个了结 让它来我们的showroom 见个面去谈 这个才是真正的cool calling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过程 ok so 我们先讲一下吧 就是example先 今天 就是我这里的话呢 有一份名单嘛 so我先example一下 就是今天我要call给这个 叫Wong Yiping的 就Wong Yiping这个人呢 可能我也不确定他是男还是女 所以我第一个步骤 我会call过去hello 就透过这个hello的时候呢 去了解到对方是男是女 然后并且继续跟他说 hello你好 Miss Wong 我是Melson calling from Exim developer 就是刚刚我所谓的 名字 来定目的都有了 然后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 我会以价钱站为主 为什么我是说价钱站呢 因为我们说 市场上90%的人 都是以价钱为主 多归于价值的 所以你要让他顺利的听你讲 第二part跟第三part呢 第一个part就一定要以价钱站为主 就举个例子 可能说 今天我一个项目 是below market price的 今天我一个项目 是early bird promotion的 今天我一个项目 是soft launching的 所以这一些呢 都会让一些就是 比较以价钱站为主的客户 会停留 听你讲完下去 ok 简单来讲 第一个part我们 testing一下先 就是Hello 你好 Miss Wong 我是Melson Calling from Exim Developer 目前呢 今天主要call你呢 就是因为我们 Exim 目前有在这个 Bookit-Jalio 这里 有刚刚soft launch 这一个 below market price的project 请问 你有听过 Exim 这个developer 吗 每一个part 最后都附上一个问题 好 让客户去回答你的问题 跟你有一个链接 这个是第一个part 好 再来第二个part了 第二个part 还记得我刚刚说什么吗 就是你要去传达 你今天这个project 带给客户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优点 让客户愿意再听你讲下去 第二个part呢 你就可以让他知道 就是其实我们目前呢 我们在Bookit-Jalio 这里 刚刚soft launch的这个项目呢 就是它的优点是在于 我们的地点是在 Pavilion 2 对面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是属于低密度的项目 一栋楼只有508千 超低密度 最重要的是说 今天你驾车2分钟 你可以去到Pavilion 2 3分钟去到公园 还有Golf Cross 这些等等的优势 让客户了解 当客户get到你这些优点了过后 他会停顿 去想要继续听你讲下去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 你必须要再附上一个问题 给客户 请问你有听过 就是我们这个project吗 这个project的名字 Develada吗 或者是请问 你对Bookit-Jalio这个area 熟悉吗 这些等等的问题 为什么要去问这些问题呢 就是要让客户 把客户带入你 所要表达的一个情景当中 因为在每一个客户 听过你 听你的声音呢 他没有办法去想象 Imagine到你所说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透过 问问题的一个方式 让他拉近你的 你所要带给他的情景 当第二个part 讲完了过后 你才去Click Urgent Click Urgent的意思就是 在第三个part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客户知道 就是哦 因为我们目前这个project呢 它是刚刚是在Soft Launch当中 所以是有early promotion 的一个period的 目前呢 我们首500位客户 有省下多少钱的一个 amount 或者是首500位客户 有fully furnished 的一个package 等等的一些优势 然后让客户知道 就是 这样子请问Mr.Customer 你是weekday有空 还是weekend有空 为什么会说weekday或者weekend呢 记得在我们做call call 或者是面对客户的时候呢 就是weekday 那种属于封闭式问题 封闭式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答案是不会超过两个 或者三个的 一般上封闭式问题一出 就是证明了 你必须要拿到客户的异象度的时候了 所以当你的前面铺垫的很好过后 你再出封闭式问题 务必让他去选择weekday或者weekend的一个时间 让他来秀入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呢 整个call calling的step就是 分为三个part 打开手机 又有回不完的消息 几千个大人正在等着我上品